大家好 今天是2月27日 星期一 整個大市的投資氣氛好像差了很多 今天大家都知道 做節目的時間 我都說上不回250月線 基本上我對後市的看法還是頗淡 今天市都處了250天線 形勢不太理想 看看明天或短期的時間 有沒有機會有些反彈 明天就下地出PMI數據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另一個市場就定一些 因為這段時間 A股的表現 是相對於我之前所期待 真的差好完 差好完 之前在港股 今年反彈 即是下半年的時間 短期有彈的原因之一 就是覺得A股也有些條件 可以做得比較好一些 但似乎到今時今刻 即是由今年年初至今 A股的走勢又不算 真的很標青 不過怎樣也好 排型廣股 因為廣股經歷過這段時間的下跌 之後 其實不經不覺 恆指已經差不多 升幅了 應該是不夠1% 科指更加跌了3.7% 其實表現是頑皮 表現差的 到此也是 到此也要倒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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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Lasdea 不算 Lasdea 還有8%的升幅 自己在後市的展外看 剛剛提到 也是偏壇 不過NY 問一些未股和廣股的事情 我先回答你這個問題 嚴格上 這個Microsoft 我先說Microsoft Microsoft 我是樂觀的 但是 你預計到現在買的話 一定要夠耐性 因為 微軟 年初至今 原先的升幅也不差 但是 整一下整一下 它的升幅也大為收窄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經常說 科技股 其實 就是今年 Lasdea 那邊 那個開局又太厲害了 其實我覺得 在某程度上 在升幅太誇張之下 我覺得我是不敢加注 其實不論港會也好 美國也好 我也說 上半年是難玩的 一定是難玩的 但是相比之下 美國的航程 其實我覺得是OK的 至於你說Microsoft 因為這個Chatt GPT 發展的話 其實這個 是有少許意外 就是因為這件事是突然爆出來的 不過 Chatt GPT 對於微軟來說 這個是一個 你可以將它的業務 強化 因為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說真的 你說這個 微軟 其實它的業務 那個範疇 已經不單單是 我們經常熟悉的辦公室 它有很多 Cloud的業務 另外 有些類似 的業務 是做這些事情 例如好像有些公司 有些 的系統 或是軟件 它想自己 發展 基於Microsoft 工作 變成好像 Microsoft 會聽到什麼 就著現在的東西 再幫它 再完善 它的東西 由 Chatt GPT 現在不是 辦公室 是有些 如虎添譯的 真的會很厲害 大家試想一下 到時 差一天的時間 可能大家寫 Email 可能大家寫 PBT 可能只需要 打一些 command 類似 可能給他一些ID 他幫你 在很短時間裏 拆開 或者打一本信 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當然 你說這件事 又好又不好 而且 現在很明顯 你也可以說 Chatt GPT 其他資料有限 很多時候出來的東西 就 不太完善 真的要有些時間 慢慢去 補充 但是 既然已經開了 我相信 迷远的前景 就不差 一定不差 所以 我會對他 這個星期 是不錯 所以他 TSM 我都會等位 加注 但這一刻不是 因為 真的要給點耐性 其實這一轉的市 我覺得 要急玩可以 不過過去了 之前那一陣的時間 如果你是不斷追貨的話 其實可以 但是 現在 這一陣就無謂了 這一陣是要搜 先搜到本 再出擊 都未遲 這次 阿里巴巴和達度 甚至 剛才提及到 兩者 你預計了 有心理準備 都不會有些震盪 因為港股 其實 勢是差的 但是 回到上去 他們應該不難 但是你要搜 或者這樣說 其實阿NY 我不知道你多不多貨 但那些多的話 減一點 忍痛減一點 而等他們 回到的時間 再加注買 會更好 這一陣 就等於 好像 我經常說的 那些事情 你驗零月線 你破不上去的話 其實 如果用回上一次的情況去看的話 可能會跌得很快 尤其是這些差 因為 這個 9888 是這些 權重 是這個成份股 假設市跌的話 他們很難 可以 避 避 避 所以 就變了 是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 是要 怎樣也好 這個回合 做一些風險管理 做定先 都無所謂 因為 記住 我覺得 下半年的時間 下半年 我覺得市場 會不差 當然 大前提 很多大家 害怕的 擔心的 下半年 已經明朗化了 所以 下半年的時間 我覺得市場 不差 這些股份 不會太危險 但只不過 要先捱了這一陣 這一陣 很難 說實話 這一陣 絕對不容易捱 或者這麼說 因為市場 正如剛剛說 穿了2月 2月 是很危險的 所以 自己 小心一點 OK? 知道嗎? 那 再講一下 其他股份 Kelvin 一陣子 就 我想 你 都要前進去 《造星5》 那裏 如來野 我真的不熟 不夠你熟 哈哈 所以 可能等你回答我 好過了 但是 回答你 一年七二 一年七二 就是 東方電器 這陣子是差 也算是差 差一點 差一點 雙米之後 慢慢收到硬正 其實你問 如果以電器設備股 一年七二是最好的國家 一定是最好的國家 論營利的能力 論它業務的發展規模 都是以一年七二 是最大的 而且是最好的 論業績 教育功課 持續有一個比較好的成績 但是 為什麼它的股價 好像不太爭氣呢? 如果要用這個概念去看的話 沒錯 它很穩定 但是 沒有驚喜 其實它的業績 你預計了一兩成 甚至乎 不只一兩成 我記得中期的時間 它的股價 增長 好像有四五成 全年 我想 我不期望 它有四五成 我當你三成也好 其實已經很好 但是問題是 因為這些是預期之內 第二 如果你要轉圈 增長好的話 其實是幫媽媽三 當然 媽媽三 變數也大很多 而且始終它的股價 波動性也強很多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要選好的 如果要選擇 這個版法 一定要選擇 1072 因為它的質感 好很多 真的好很多 只不過就是 之前的買媽媽三 又有多前一後果 跟大家之前解釋過 那 變成 但是 如果要買的話 我也是傾向買1072 而且它跌也不要緊 它跌也好 它跌也好 它跌得很快 所以這隻是1072 本身的特性 它要跌到某些位 就突然間有很強硬的反彈 所以 如果你有貨的話 王王先拿著它 不要緊 這隻 最後就是這個 669 今天我猜 是比較偏穩的 不算特別理想 但是 比較硬一點 我沒有信心 那句 有的 有的 但是 加不加 我還未加 因為我只是擔心 不過 可能我多一些 深大深細 可能我不會加 暫時 都有機會加 但是 但是 不知道 我只要理性 告訴我 即是非理性的話 我會加 但是理性的話 我會聽就是 類似 某個業績師 還有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可以聽到 分析人會議 我想我都可以聽到 我想我可以 找到一些資料 我可以聽到 找一些 提供幫助 我可以聽到 我也很想了解一下 究竟這間公司現在 什麼狀況 還有究竟這一次 股工機構 說過的 究竟 公司怎樣去回應 有什麼 解話 我也想知道 業績表現 就 就這樣說 他之前那些 貴路 每一次上下半年 那些業績 是毛利率也有改善的 那 今次下半年 即是上下半年 的時間 經營環境 是再 再轉一個惡劣 你也可以說 是最差的時間 那 看看出來 是沒有機會再改善 但是 有一解 他改善的原因是 因為 本身的產品 研發 他做了很多新的產品 那 新的產品的毛利率 自然又高一些 對不對 所以就看看公司 自然的毛利率 什麼狀況 以及 剛剛提到的 那 看看公司怎樣就住 工機構的東西 怎樣解話 我反而看這一點 多些 因為這一點 是直接導致我 究竟是否準時 去股份 所以 我既然有課 現在 先等一等 我會先等一等 沒有課的話 不妨再等 再決定 都未遲 這樣吧 好啦 今天大家 暫時說到這裡 第一次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因為 故事實在都比較悶 都不知道跟大家說什麼 今天就暫時 是這麼多 第一次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那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